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要讓各位求生者了解如何在收集到情報後 能夠迅速回報給隊友敵人的位置與動向 也是我們俗稱的報位 那這集會介紹最熱門的地圖 絕地海島 這張地圖眾所皆知 但其實有很多點位玩家們卻不知道如何報位 不過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看完這部影片後 可以讓你更完整的了解海島地圖的報位概念 那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進介紹去囉 Let's Roll 那這集一樣會有有獎捐答 大家可以發現上次官方贈送的是實體獎品 大家想獲得獎品一定要來留言 並且把絕地訓練營的影片分享到自己的主頁 首先呢給各位一個觀念 報位是將敵人的位置與資訊傳達給隊友 簡單來說也可以稱為給情報與給資訊 例如P城市隊 尖端滿邊 怪怪物兩隊 山頂一隻 或單排孤狼等等之類的報位方式 報位這種東西其實不會有名稱的正確性 那簡單來說 報位就是只要隊伍能夠溝通 或是隊友能夠聽得懂 那就可以構成給資訊的要件 最簡單來說就是隊友能夠互相溝通 聽得懂就好了 那這張地圖我會分為 地圖篇與建築篇 這集會著重在地幅篇的部分 下一集會更細節帶給大家建築篇的知識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張海島地圖 各位可以用自首加地點的形式來區分 也是我們最簡單與熟悉的用法 我們就給它一個厲害的名字 就叫自首命名法 比如說Pachinki 批城 Rothuk 阿城 Gekka 居陣 Gelgopo 居港 那大家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 這個用法通常會是使用在城鎮 地點 港邊 那都是以自首加上地點的規模或用途來命名 像是Pachinki 與Rothuk 他們的規模比較大 就是以城來形容 Gekka 規模比較小 就是以陣來形容 居港的話呢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港口 那以上的形容其實都非常的貼切且直觀 在配野場時 其實大家都能夠直接聽得懂 那地圖的其他地方其實也都可以這樣使用 不過這樣的方式通常只會在城鎮港使用 但你要叫Cory 礦場 Q鎮 其實大家基本上也聽得懂啦 那因為自首命名法 雖然是比較初階與直觀的 基本上大家都能懂 但地圖上總是會有重複的自首城鎮 這可能會搞混 所以如果你是有固定隊友 或固定一群好朋友 會一起玩絕地求生M的話 那麼我建議你 可以備手這張大眾攻定的包衛表 或是開發出一套自己喜歡的包衛模式 那在地圖區域篇的部分 這邊我就直接建議玩家們可以開發出一套自己的包衛模式了 因為太多了 首先以P賢來決定 我們可以看到P層最右邊的一端 看起來尖尖的 就可以稱它為尖端 這種命名法我們稱它為形式命名法 那在最南邊呢 只有單邊的一排房區 也有異曲同工之廟 我們稱為單排 在中間上面這個區塊因為腐式看起來像是愛心的形狀 我們會稱它為愛心 最中邊中間的 因為其中有一個特色雙陽台的房屋 我們名牽通常稱為怪怪屋 並以其房屋的特色命名 那最後就是P層的中間 最直觀的方式就是稱屋為中間 那以形式命名法來命名的優點就是最直觀 即使在排野排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以小技術的方式 來辨認你的暴衛 當然上面的尖端與單排 已經是大家廣為流傳的暴衛方式了 那也因為簡單直觀的關係 可以很清楚的表達情報 大家才會都這樣使用 最後來總結今天的教學 那這集的主軸是教給大家創立暴衛的方法 以便於求生者開發出暴衛模式 基本上自首命名法加上形式命名法 就可以開創所有的分區暴衛模式了 例如P層的最高點位稱為最高 再來僅需要加上敵人數量的要件 便能清楚傳達情報 例如這一句 P層最高一個敵人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P層的最高點位有一個敵人 等於是自首命名法加上形式命名法 加上敵人的數量 只要擁有這三個要件 基本上就能完整的將情報傳達給隊友 問題來囉 請說出一個這集瓜肉小教官舉例的暴衛分區 並說明此區是以怎樣的形式來呈現 例如P層單排 此區為單邊的一排房屋 求生者們也可以分享出自己的暴衛模式 也可以作為這題題目的答案 最後跟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U-A-L-O-W G-U-A-L-O-W 同時也歡迎追蹤絕地求生的 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G-U-A-L-O-O 掰掰